你好呀 我是小王瓜 今天呢 在我的头下方 又出现了这只青蛙 可以去掉 但没有必要 去掉的方法你们懂得 开玩笑 你们三年了也去不掉 然后主要是因为 我今天呢 要跟大家做一件 比较特殊的事情 就是今天我是你们的 体检医生 然后呢 你呢 作为第一次 做体检的 小可爱 对这个就是今天 扮演你的 是小宝贝 你呢第一次 做体检 然后用我小王瓜 为你服务 因为 这个过程 做体检的过程 做的触发音 如果可以直接看到 会影响我们之间的这种 幻想的 这种感觉 feeling 所以呢 你们可以选择 把眼睛闭上 戴上耳机 然后呢 首先要相信 我小黄瓜 是一个 非常优秀的 医生 而你是这个非常可爱的 小外星人 开始吧 你好 这一次呢 我主要为大家负责 上半身的体检 就是腹部以上 到肚子为止 会给你 清清楚楚 彻彻底底的 里里外外 滋滋细细的 检查一遍 那腹部以下呢 就是下半身 我也很想 很愿意为大家服务 为大家做一个 对大家加油力的检查 但是呢 道德和法律各方面 都不太允许 所以我们今天就 就去做到这 开始 开始 首先啊 先放轻松 来挡到我 面前的这张桌子上来 来挡好啊 放轻松 放轻松 手呼吸 放轻松 我们先轻轻地 敲打一下 头部 像这样 然后看一下 脑口里面 有没有 不该存在的东西 您能不能拿下来 我们先放轻松 后怎么样 搭擺 来中可 都要 疯了 那 不 你 的 这边也敲一下 我们多敲一下 检查的仔细一点 主要呢 检查的部分是 确认一下脑袋里面 像这样晃动一下 确认一下 首先没有水的声音 就像我们常说的 有些病人呢 经常脑子进水 这样我们确定一下 有没有脑子进水 像这样 没有 非常好发 这边也要有啥 还有很爽的 如果是这样 我可以把它的 有点 在这边 就是有点 同時呢 抓鬧一下 大家的頭皮 進行一個毛髮的檢查 毛髮的量的多少呢 可以直觀的 反映大家的身體健康的程度 大家現在可以清晰的看見 自己是一毛不正 等一下我來跟大家說一下 該注意一些什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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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大家的村草不是 本来呢要作为检查DNA的毛发药本 我也一毛不能拔 一寸早不是 我一毛不拔 我们俩是般配的一段不是 然后呢 这个呢主要是因为 大家平时要注意一下 吃东西呢不要吃得太油腻 要注意休息 也要合理的放松自己 多陪陪家人 有空在家的小狗 下去多溜达溜达 也能吃到健身的小狗 少吃 特别 中口味的东西 甜甜的烤肉啊 苦苦的烤鱼啊 超棒的麻辣烫 等一下 五碗饭的麻辣香果 这些呢都要尽量的避免 以上都是一人打死也做不到的事 希望大家 可以做到 可以做到 头部 当你注意你的生活作息各方面呢 渐渐的你就会长出头发 像这样啊 一开始长一点点 慢慢的就会从后脑勺 长上来 越长越多 像这样啊 指日可待 指日可待 接下来呢 要为大家检查一下耳朵 五关都非常的重要 我们的耳朵在这里啊 在这里啊 我先来挖一下 放轻松啊 好 对啊 这 也是 那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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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像有一點點陰陰的聲音 像這樣 有可能的是等 而且是沒有關係 今天的時間比較藏促 下次我們約個時間 我讓耳科的同事幫您仔細看看 這耳朵裡的解釋怎麼清楚 那邊看看 這邊也很硬 很不愧是硬漢和硬妹子 聽一下 兩邊都非常的硬 我先試著稍微用力一點 看看能不能敲動它 好 並不能 並不能 非常硬核的 而且是 兩邊都有不見診斷 稍等一下 我將診斷結果 記錄下來 我找吃筆 目前的診斷結果 是 兔頭 然後 兔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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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腦袋中沒有 腦袋中沒有 衣物的聲音 然後 劇烈晃動 湖水聲 然後 也沒有史萊姆的聲音 因為 有一種類型的病人呢 是 腦子進水 還有一種呢 就是 腦子進食 這個食啊 就是我們通常說的 史萊姆 然後 我看一下 對 也沒有 也沒有史萊姆裝物質 腦科非常的健康 然後呢 耳朵的情況 好可愛 耳朵的情況是 有 兩顆 較大的 二戒石 這個硬度 我大致判斷了一下 可能 沒有 沒有七十到八十年 它不斷的不斷的累積啊 把那個密度 越腿 越厚 密度 越來越大 沒有七八十年的累積 它是不可能那麽硬的 寫一下 二戒 二戒是年齡 而且是年齡 估計 七十 到八十歲 所以 我們 你今年只有五十歲 那就寫五十歲吧 不重要不重要啊 我們 接下來看下一個步驟 耳朵還有點癢 那我給你 簡直還得有點癢 給你這樣弄一下 給你這樣弄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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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一个不一样了 看一下啊 接下来我们检查一下鼻子 鼻子呢 是我们呼吸的 这样看得比较清楚 我们先这样 捂住嘴巴 你放轻松 不要紧张 我不会捂死你的 像这样 我只捂住你的嘴巴 然后呢 你用鼻子呼吸 我们来听一下 它的 通肠程度 捂住你的嘴巴 开始 呼吸 呼吸 我们放开鼻子 再试试看 不用鼻子 只用嘴巴呼吸 不用鼻子 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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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鼻子吸,嘴巴吐,试试看 用鼻子吸气,嘴巴吐气 鼻子吸气,嘴巴吐气 鼻子吸气,嘴巴吐气 非常好,呼吸也非常有规律 上一波体检的小伙伴里面 有一个到我这边冷湿10分钟 冷湿10分钟没有呼吸 我问他,他在干什么 他还活着吗,他跟我说 吸气 那样一吸气 就吸10分钟的方式 这种呼吸方式其实非常的不科学,不健康,不合理 我们可以偶尔试一下呼呼吸吸气法 增强我们的核心力量 是这样说的,不太多 就反正经常是呼吸一下 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啊 好,接下来呢我们的脸部就差不多了 哦,还有眼睛对吧 眼睛 我这样我戳一下你的眼睛 你就用你最自然的反应来感受一下 就是什么样的感觉来做一个反应,好吧 好,这边 好,这边 两边一起 非常的好 这个眼睛非常的坚定 就像我们经常会看到大部分人啊 你只要一戳他的眼睛 跟你们立马比起来 越戳越戳,他越比越比 对 这其实是眼睛 眼球不够坚 眼球不够坚强的表现 他才会害怕 未必啊 看一下你的眼睛非常的健康 现在呢 五官已经都检查完了 接下来呢我们来检查一下心脏 心脏在这里 哦,不对 在这里 有可能在这里 有些人在这里 在这个位置 我们来听一下心脏的声音 烫好,烫好 接下来你会感觉皮肤有一点点凉 因为我把 肩定器放在了您的胸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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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休息一下 因為你的心臟非常的激進 好久沒有聽過那麼有活力激進 就能發出這種動頑強生命力的心臟 耳朵對得有點疼 稍等一下 我放鬆一下耳朵 把堅定器的聲音稍微開輕一點 好,我們再來繼續聽 生命力很頑強的 很好,這是好事,是好事 再來,這邊的心臟也來一下 好,試一下 好,這邊的心臟 好,這邊的心臟 好,來吧 啊,等一下 这个,这个心跳有点强 嗯,那有点强 好,你有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心脏 好了,我们将这个心脏放到当中来更直观地感受一下 可以了,可以了 对吧 还挺不错的 平时也没少锻炼吧 保持好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心脏的声音听起来非常的强劲有力 唯一呢就是,心跳有一点点快 有可能因为你有点愤怒 緊張 害怕 惶恐 有可能是任何一种情绪 都可能导致,心跳增快 回光返照 就各种各样的都可能 然后 不过,问题不大 那是情绪引起的 你本身的心脏 非常的,非常的健壮 然后 我给您看一个手相 先把手挫人一下 先把手挫人一下 我们平时可以看到每个人五根手指下面都有不同的分路 那根 看一下,您只有三根 这边这个手 我肯定的软强 我只能给你分手 预备 重备 一半 帮oben 感谢观看 再搓带一下手把您的手听凉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然后 因为到目前为止 都是我在给您诊断 然后你也没有 跟我沟通过 我非常担心 我非常担心您可能 在身态上 会有一些问题 接下来呢 请你跟着我一起 做几个发声联系 对 然后就 就是 用我们的嘴部 声带 一起发出 类似于我发的这样的声音 来我们一起试试 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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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羽 好 我看都还可以 你只是不太爱说话 声音都是发的还可以 那没有关系 这样能发出声音 是吧 那再试一试 再练习一下 刚刚那是八百岁骆驼的声音 阿爸阿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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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练一下这个声音 我们一环之间要保持距离 您就在这边发 就在这里发 我听得见的 就不用靠过来 保持1.5米的安全距离 这边 给我发一下 摸摸摸 摸摸摸 你怎么又靠过来 不好意思 请您坐到对面去 来护士帮忙 把那个就是 把那个就是 就两个手可以这样绑起来的 那个衣服拿过来一下 谢谢 对 对就那件 那就从那个 那个精神病房的病人身上直接拿一件过来 对 放心 好 然后是 好 然后是 你已經檢查過了你的腦殼 肚皮 耳朵 眼睛 鼻子嘴巴 心臟 最後呢我們看一下肚皮 一個優秀的肚皮 它會有非常非常好聽的聲音 它能排出 就讓你一聽就 維持 這個 沈粉的聲音 對 來檢查一下肚皮啊 先幫你把衣服捲起來 腰腰腰還有點粗 然後 為了避免你太緊張 我給你放一首稍微活潑一點的音樂 方便你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去找兩把 藏鷹排過來 稍等一下 我去找兩把藏鷹排 最後一個檢查步驟了 我們來檢查一下肚皮